那么中阴我们在此地所看到 所谓七天一次生死 这就是中阴所受的苦 每七天他要经过一番生死之苦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自杀的人很多 人不能自杀 自杀之后他的中阴神 每七天要自杀一次 自杀是很痛苦的 每七天要重复一次 所以严余所谓他要找提神 他要找不到提神 他没有办法去脱胎 找到提神之后 再随他的业力 业余的面白 才能去脱胎 那么这些四世真相 一般人不了解 以为自杀局了了 一聊一切都了了 哪有那种道理 真正了解佛的经意 就晓得 人决定不能死 死了就不得了 怎么不得了呢 溜到戈类回去了 一定要在没有死之前 你还有一口记载 净土法门书 当你在断气之前 你觉悟了 这个时候 真心真愿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才叫一聊不聊 往生是真了了 没有往生就不得了 我们总算把这桩死情 认识清楚 一定要知道 要小心谨慎 半夜深 最大的事情 就是往生极乐事情 叫聊生死 出三集 这个后面的文 如活如往生之善死 念佛往生的这种人 临终蒙佛皆业 一谈之间 这是说速度 这都快 化身莲花之中 今生暗落之过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好 这世界没有三我道 这个世界 没有生劳病死苦 没有求不得 没有愿真悔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头 真是心相似的 佛没有望 佛说的话 句句真实 那么这个莲花 确确实实 是修行人 特谢凡夫 最深的 玄游宫殿 你能把凡夫 罪业之身放下 你进到莲花 玄游宫殿 为什么它是 玄游宫殿 在那个里头 不知不觉了 起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莲花 莲花在一开 你的身体 跟阿弥陀佛 完全一样 莲花好像 阿弥陀佛 这个母子一样 你在这个母子里头 就成 跟它完全相同的 这身相 暗阳当人 毁灭 知神妙 是这 安阳 也是基督律 岸是平安 阳是养育 养育这个人的灰民 得的是法行神 居住的是法行徒 得阿弥陀佛 四十八运 这价值 运运都是价值 每一愿 都与我们 有密切的关系 那成就 不可思议的功德 无量的庄严 上面这几句话 表弥陀大远 悲心知己 妙得难死 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恩德 确确实实 是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想象 到极乐世界 才知道 不到极乐世界 不晓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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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